新人士新氣象 上星期國民黨前秘書長李四川 才回國接任新北市副市長 前新北市金發局長葉惠卿 也在一號重返市府 接長副市長一職 而原副市長陳生賢高宗正 也將正式退休 擔任市政顧問 新北市是一個轉型很快的城市 然後最近幾年在城市轉型方面 也有不少的很好的成就 特別是在像智慧城市的發展 招商以及能力轉型 都在全國 市場都獨張凹頭 今年以回家照顧母親健康 而請辭的葉惠卿 基於市政需要 繼續在與市府團隊共同打拚 市長朱一倫希望 藉葉惠卿繼續發揮 經濟方面的長財 讓新北市脫胎換骨 我也要謝謝葉惠卿市長 他那個有的時候 宗教比較難以兩全 他的照顧媽媽 照顧家人的用心 我非常的感動 但是畢竟團隊需要他的時候 他也願意全力以赴 葉惠卿過去擔任 新北警發局長三年多 曾輔導新北產業轉型 智力交商和發展力能 今年三月中 為了照顧 常年獨居花蓮的母親而請辭 但才短短幾個月 又因為市長朱立倫的徵召 再度回鍋 繼續為新北市政打拼 凱破大台北數位新聞 張雲飛採訪報導 多許 兩 5 9 9 10 感谢观看